今天我们去一个皇旧的地方 就是大沙头 作为一个喜欢广州的非本地人 我很喜欢广州 是因为广州保留了他的旧 也发展了新 认识大沙头 是因为旁边的圣贤 那个时候是去摸相机 旁边还有不少老相机 能让郎中羞涩的我 薄薄眼福 过过手影 后来就去了旁边的大沙头 本来对楼下手机维修 但不怎么感兴趣 就不想进去 但朋友说楼上是有一些CD黑胶那些 我就冲上去了 听闻以前这里是卖打口碟的 后来就慢慢转型CD黑胶 以及怀旧电器 还有其他的家电 所以就会在这边 听说明你会做什么名称的 去哪里 都不想进去 你现在就会做什么好看 你如果真的要来 吃四个小时 去哪里 就要去哪里 你会吃四个小时 他在这边 去哪里 一大一大音节好长 音质都不一样 主要是好看 不是音质不一样 你是没有吧 你完了你就知道 没有入这个门 你不清楚 知道满了 以后你就觉得 那些手机的数码根本就停不进去 现在售卖的CD不仅仅有旧的 还有些新出的 在这里 我与一个老板方谈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开店故事 你跟你说什么 没有你刚才说 你这里是做了15年 对啊 做了15年的店 是啊 嗯 对啊 这里开了15年的呀 对啊 但是店名还没起啊 为什么没有起 一直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编号 所以很多人来的都说哎 怎么没找到 所以我最近在想要去一个店里 那你们主要是做卖什么碟 这边啊欧美日本流行 还有一些旧版的港台呀 这些全部都有 啊都有是吧 所以你们也是持一些线上购买类的 有啊 像一些淘宝啊 还有一些小黄树上面都有 哦 那也挺好的 你过来看一下哦 哈哈 不是是什么原因是说 你们做15年是一 就是一开始做生意就做这个吗 嗯对 是为什么是有什么契机吗 没有啊就喜欢这个嘛 喜欢这个就一直往这个 然后就一直都在这里啊 是15年一直在这个地方哦 我不是说做生意也是 15年一直在这里 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人喜欢这些西地 对 现在年轻人也蛮喜欢这些 嗯 但是他们喜欢的可能就像一些日本的元素啊 像动漫啊这些的二次元呢 还有一些流行一点的这些 嗯对 但是我刚刚就我朋友拿了那个悲情城市 或者说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手 还是会有人受众 有 还是有的 对 嗯 像这些 嗯 比较多的 那些 嗯 可能是比较人 对 那我有个疑问就是 我们经常不是去买CP吗 有一些可能会买到假的 你怎么去辨别真假 这些的话主要还是用 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内码 内圈码的 对这些都是 等于说 每一张碟它都会有一个 里面的有一个内圈码也可以 可以找 你在网上可以收得到的 可以展示一下吗 对 展示一下你 随便找个碟也可以 找张别来 找张吗 找张吗 嗯 找张吗 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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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辨別真偽的一種方式 對,還有這裡有馬 這裡有馬 哇,這個還真的是 要專業的人才知道 對,它有分年份的 1993年之前的一些別它是沒有馬 93年之前是沒有馬 那93年沒有馬的話 之後就... 其實93年之前也沒有說假 很多假吧 沒有,以前假的 小的東西都少 嗯 這是93年之前就像 人還沒有身份證一樣 嗯 93年之後就有了身份證 就這個一點 嗯,哇,有難多次 這裡可謂是男人的天堂 它滿足了 懷舊情懷的人 讓我們有念舊的地方 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分享舊事 舊物舊情懷的大星 感謝訂閱我的頻道 後期我會繼續分享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